健康促进医院国际研讨会 4月下旬在巴塞隆纳召开 台湾今年不仅报名出席人数超过总人数三分之一 获得录取投稿论文更达到了335篇 占了将近五成的总投稿量 国民健康署署长邱淑提 在2012年获选为该网络理事长后 台湾医院参与更为踊跃 目前全台一共有131间医疗院所加入 包括美国的加入 还有像这个韩国 日本 东南亚几个国家 泰国 印尼的这个加入 还有新加坡 其实我们台湾都扮演一个促进的角色 包括我们多次就利用台湾来办这个 亚太地区的这个研讨会 所以台湾其实是扮演这个国际网络在亚洲拓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 尽管邱淑提在今年卸任理事长 他仍率团出席 针对中国大陆人口老化 向国际网络请求协助一试 邱淑提表示 台湾已经应网络要求 将协助对岸发展健康促进医院 中国大陆的人口老化 还有它整个医疗费用的快速成长 也已经成为他们头痛的议题了 中国大陆也看到了 推健康促进医院的重要性 所以已经多次的来询问 也希望台湾能够给予协助 我们已经应这个国际网络的要求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来协助大陆的拓展 那我们也已经答应了 这个国际网络要来做大陆的拓展 多家台湾医院也在会议期间 获得国际奖项肯定 包括高一附设中和医院 和新北市永和更新医院 获得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 卫福部加南疗养院 则获得今年的全球典范奖